黃色暴雨警告和山泥傾瀉警告現證生效 市區普遍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 港島西部更加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 薄芙林村嚴重水浸 部分單位一度停電 廖康宇報導 港島西區整個早上都橫風橫雨 在薄芙林村 雨水沿著樓梯 由山上不斷湧入磚 形成瀑布一樣 很嚴重 雨不停地倒水 兩條水好像瀑布地沖下來 有電單車被沖到跌下 村民都要涉水而行 雨水不斷湧入住宅 上面水一直湧過來 過不了水 坑水去不及物填 湧了幾間屋子的塵都入水 最麻煩的是淤泥 那些淤泥 現在去那裏要等它沒什麼雨 又要拿一條水喉 又浪費水又要去沖 沒有辦法 村民說以往都試過水浸 但在水渠交裝了這些閘之後 遇上暴雨水浸更加嚴重 那些嵐有問題 它塞住垃圾 因為水便都去得不順 而且最主要是外面排口 又是建了一些嵐 本身石可以過到的 但是變了塞住了 我們就是等它沒那麼大雨 找兩個年輕人 我拉一個年輕人 清清清清清清清 清走這些便沒有辦法了 這一間屋就連電都停了 我不知道 剛剛睡醒就發覺 就沒有電了 一來沒有電 二來是入了水 你看到整個屋都來了 我已經很多年未入過屋 今次又入屋 不知道什麼事 由於薄芙林村是圍著山坡 水集中在低窪地區 所以住在地勢界為低的村民 走災的情況就最嚴重 消防帶齊裝備到場 日川清理水渠裡面的雜物 消防說水浸的面積大約800米乘50米 水深大約1米 因為突然下起大雨排下來的時候 令到樹枝搭下來和沙石搭下來 阻塞了那個窄口位 而引致有這個水浸 天文台在凌晨3時35分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預計未來兩三天的天氣 都會持續不穩定 NOTV記者廖康宇報導